繼續我們要來關注的是 Thank you 陳柏惟 好他就說了 國民黨選黨滅我一人 然後他還發出了自己一個梗圖 然後甚至還說自己是會說話 也會做事 也幫自己評比 然後呢也PO出了自己的政績 比如說什麼法律主動主題案啦 19啦 口頭諮詢134啦 其他國會發言有5啦 然後還有選民服務的陳情案件 有2915件啦 也是經常會刊 其地方建設有196 好這個是他自己的評比 好那我們他的自評是這樣子 那我們來看看 這個比較公正公平公開的評比 他的成績怎麼樣好不好 口袋國會立委評比 學院院評比 陳柏惟沒有獲得任何的獎項 而另外呢 國防外交委員會 他也只拿到一顆心 總排名是倒數第三名 倒數第三名但是他卻哭了 真的是今天一哭嚇到大家了 但是他這樣子哭 讓很多選民很不解 他們才該哭吧 好到底是誰該哭呢 應該是當初選他的人 覺得說怎麼會選出這樣子 倒數的立委不是嗎 然後另外呢還有這個是 趙少康的每日PO文 他每天都會針對3Q 來做出了一些新PO文 這是昨天的 他就有說陳柏惟之前 講X話稱香港 他就說那麼因為是香港人現在的很辛苦 很可憐 覺得沒有自由 那麼就希望說可以讓香港人來台當兵 有人說他真的是在講X話 這個事情怎麼可能會發生嗎 對不對 包括現在呢 罷免案呈現五五波 那麼有沒有可能綠營可能會鬧一些內訌呢 有人挺他有人不挺他 趕快自保趕快切割 那麼到底綠營之內 綠營現在之間會不會起一些內訌 其實有人說有可能的是郭正亮 郭正亮呢 他就認為說現在新潮的大佬呢 有可能也會介入喔 不過總統蔡英文的民調現在是 曾經的死亡交叉 所以可能會自保跟他來做切割 目前呢罷免陳柏惟案 到時候兩方陣營呢 開始在選區各自努力 不過根據綠營做出的內部民調 像剛有說了 罷免現在呈現的是五五波 那麼對陳柏惟來說 其實也是非常的危險啊 因此民進黨就建議陳柏惟 減少北上立法院的頻率 避免又因為質詢暴走 或是失言而大失血 他們這樣子亂槍打鳥的飽和食攻擊 受傷的是誰 受傷的是台灣的民主 跟我們選區的民眾啊 他每天都要試著去辨別 從他們嘴巴裡面 噴出來的東西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提案樹林 這個就根本不可能是事實 這個用反射手 我曾經想也知道這個不是事實 立法院都可以查嘛 所以我們光曾經這個 我們事情都不用做了 他們的目的就是希望 癱瘓一個現任立委 在國會的表現 陳柏惟在立法院的表現和出席力 有目共睹 但在此非常時期 我從黃捷罷免案經驗 建議柏惟繼續勤跑基層 也希望全國人民能夠了解 柏惟是認真負責的好立委 我們的3Q哥一定有絕對的體力 絕對的他的意志力 撐過這一次 國民黨 這個莫名其妙的罷免的一個行為 雖然會很辛苦 不過我看他這六百幾天都是這樣 我也相信他一定 我就撐完這一次的挑戰 也一定可以度過 這次百年的風險 外傳說 我們大家建議他 這段時間落在地方 我想不用這樣 他照他的節奏 照他的腳步 一定會做得很好 綠銘很多人給他 我相信很多人給他建議 而且是不差的建議 但是陳柏惟最後都會選用最差的那一個 這是第一個問題 然後再來是說 其實我們會覺得說 綠銘也許給他建議 不如說綠銘開始自己去找 適合這邊的 努力肯服務的民代 然後到時候可能自己跟國民黨選之類的 會比繼續服責這個 不爭氣的阿朵來的好 好 繼續我們就要來關注的是 美麗島電子報最新的民調了 我們來看到總統蔡英文的滿意度 以及不滿意度 終於又出現了一個死亡交叉 好 在8月到9月 現在不滿意度又在直線的上升 而滿意度呢也是下滑 好 目前呢 不滿意度48.4% 而滿意度47.8% 好 死亡交叉出現了 而另外是 俗人昌的滿意度跟不滿意度 其實是比較前面 比較提前就出現了一個死亡交叉 目前呢 這個不滿意度已經攀升到了51.4%了 而滿意度也是下滑 從68%下滑到43% 那我們就來看到選者施正峰 他怎麼說呢 他說總統蔡英文現在為了要救民調 恐怕會對於罷免陳柏惟這件事情 先袖手旁觀 先冷眼看待 好 要先自保 那麼現在台中綠營的派系 也已經為了未來的補選 瞧不攏了 我們就要來看到的是 國民黨黨委席的當選人朱立倫 今天上街 還有在宣傳的是3Q宣講 那麼也陪同3Q團體掃接拉票 朱立倫就說了 這一次的行動不是3Q 也不只是3Q 也是3Q 而除了這個也要刪除的是 立委評鑑拿到0顆星的陳柏惟 其實我今天都覺得不是3Q行動而已 今天是3Q行動 為什麼是3Q呢 大家知不知道最近國會評鑑 拿到0顆星的就是陳柏惟 0顆星 民進黨的劉建國是6顆星 那陳柏惟是0顆星 請問蔡英文主席 請問所有民進黨的立委 這一位0顆星的立委 是你們所謂口中表現好的嗎 不但是0顆星 而且是0提案 0通過 這個三0立委也不簡單 在立法院已經待了這段時間 通通都是0 這個是立法院正式的記錄 也是國會的評鑑 那另外我覺得 對於所有在地民眾來講 台中最辛苦的就是用費發電 台中人最care最關心的就是大家的健康 呼吸的健康 結果還出了一個立委 不但不care不關心我們用費發電的事情 還主張要通過大麻合法化 所以今天不但是3Q立委 3Q立委 而且是一個針對大麻跟反毒的一個對決 再次呼籲 蔡英文總統或蔡英文主席 今天想清楚 如果對於一個我剛才講的3Q立委 你站在這一邊的話 就是對於民進黨所有認真表現的立委 最大的諷刺 最大的一個反彈 因為在立法院0提案0通過 而且是0科興的立委 你怎麼去面對其他認真表現的朝野立委 第二個難道蔡英文主席你也希望大麻合法化嗎 你不在乎所有的年輕人或者是一般民眾的健康嗎 請蔡英文主席說清楚講明白了 那麼剛才有先跟大家來講解這個圖表 目前蘇仁昌的滿意度持續的下滑 不滿意度持續的在攀升 所以現在美麗島電子報董事長吳子佳就說 蘇仁昌下台會有兩個時間點 第一個是當他的滿意度跌破35%的時候 目前的數字是43.6% 所以他就說當滿意度跌破35%的時候 就有可能會下台 或者是在今年底四大公投案全過關的時候 他也是一個下台的機會 而另外是國民黨主席當選朱立倫 他表示說這個禮拜二 就會公佈一級主管的名單 包括上黨中央啦黨團啦 智庫三合一等等 不過大家最關心的當然就是 國民黨新任的秘書長到底是誰 傳出是由前台東縣長黃建廷來接任 不過黨內呢就出現了一些雜音 因為黃建廷他不但曾經被民進黨提名當 監察院副院長 甚至還跟郭台銘要搭檔參選副總統 那有人認為 包括深藍支持者跟韓粉恐怕會不買著 黃建廷之前差一點擔任蔡政府的監察院副院長 那現在請他擔任黨的務主長 會不會有黨員反派 我今天還在台中的還要等一下去南投 再去彰化的卸票行程 我明天才會討論人事的相關的安排 至於黃建廷當初好像有跟郭台銘啊 創辦人搭配要選競選啊 政府總統的部分啊 主席這部分你會不會再去拉攏郭台銘的部分 我們國民黨一定是 越大越好 越多人支持越好 所以我們不管是深藍淺藍 中間選民 我們都要爭取 所以不管是哪一位 只要願意支持中華民國 願意支持中國國民黨 我們都非常歡迎 武藏級令委林長組的罷免案 進入第二階段連數 最後衝刺 而今天有兩個團體宣布合作清零現場 領先人周世雄將2000份的連數書交給鄭大平 他們共同表示現在集中火力 目標是要在12月18號 與四大公投同天投票 因為這個真的是因為這個連數書的問題 會造成這個分裂這個力量的分散 那我們是這個組織跟這個地方 我們非常的了解 所以經過這個精算之後 我們才做出這個決定 不然我們一開始我們也是認為 應該由我們來主導 但是迫於形勢 這個我們最終目標是罷免林長組 所以我們不能把這個力量分散 那因為出去再回來 目前是收到了2500份 所以我們趕快把這個送給 這個我們鄭大平的團隊 那後續我們還會繼續努力的 趕快來回收 因為還要準備一些 萬一要補件的話 這個準備這個安全分數 很高興能夠清零擅長的領先人 周世雄先生 然後把他們 他連署好的這個連署書交給我們 那我們證明 兄弟登山各自努力到現在 萬華人是團結在一起的 我收到鄭大平的托付 然後我們很認真的連了三萬多份 大概初步整理有三萬七千份 那非常感謝周世雄他們 還有廖董事長這一組 他們又送了兩千多份來 我們就有一個目標就是 送他會三嘛對不對 那個中選會 然後又萬無一失的通過 因為第一這次送一定要過 為什麼這次不過就綁不到 十二月十八的公投綁罷免 那公投綁罷免這個是非常重要的時程